夏天來了毛細孔粗大的問題又被搬上檯面 有人說想要讓毛孔看不見 其實是個假議題 這是真的嗎 哈囉大家好 我是Vogue美容編輯正方 我因為工作的關係啊 常常在三星半夜都在看皮膚的議題 皮膚有什麼問題 所以呢我有在網路上面follow一個皮膚科醫生 他就是號稱豆疤醫生的妝影業 有一天啊我就在我同事的桌上發現了 他居然出書了 我就想說天啊他出書了 我一定要借他出書的機會 把他找來我們的節目裡面 一起來請他幫我們解決油豆機的各式各樣的煩惱 所以今天我就把他請來囉 莊醫師 聽說你自己本人也是油豆機 是真的嗎 超有超有 百分之三百一定是油性肌膚 百分之八十的人他一定是油性肌膚 所以他一定會有毛孔的問題 通常有毛細孔的問題這種油性肌啊 以你醫師的觀點 他們最常犯的一些保養錯誤有哪些啊 OK 就是因為油性肌膚嘛 所以你會不斷的釋放出油脂 然後你的角質代謝會異常 你就會有粉刺 然後你清潔不當 所以第一件事情就是 他們的清潔通常都做得很不好 然後第二件事情就是因為他覺得他很油 然後美容師嘛 經常或者貴姐嘛 他就說你因為很會出油 所以你就油水不平衡 你一定要保濕達到一個油水平衡 所以你要買這罐保濕乳液 再讓你的油脂下降 他認為保濕就讓你的油脂分泌 抑制 然後這個是絕對是錯誤的 可是很多人真的都說被別人說 我的就是清潔做得不夠 清潔做得不夠 那我到底要怎麼確認我清潔有做到啊 OK 其實大部分的人 他們可能會卸妝油 然後去角質 然後卸妝乳 然後卸完妝之後 他們臉上一定還是會覺得 有一點點的油油的 這樣子就代表他不夠 如果你今天你是油性肌膚 很會長粉刺的話 你一定要再多加一次的 例如說去角質 果酸乳液 A醇 水洋酸 杏仁酸這些東西 再讓角質 還有那些油脂的分泌量 再讓它下降 所以如果是油性肌膚的人 你可以徹底的清潔 然後做很多次手續 然後洗完之後摸起來是不油的 是不滋不滋的啊 對 這樣才 所以我常說 如果你今天你是油性肌膚 你一定要洗完臉之後 你要用一個磨砂膏 如果你今天 budget 再夠的話 你用洗臉肌再洗 天啊 醫生你是下猛藥耶 我覺得你的手段非常的驚人 我每天都是這樣洗 因為就是油性肌 就是得這樣 要不然你會 真的就是因為清潔不當 然後就導致後面的一些 不斷的不當的東西一直累積 對 所以你皮膚會暗沉 你會長粉刺 那我想要問一下 上次啊 就是醫生也在你的YouTube上面說 治療毛孔是個假液體 就是縮小毛細孔 也是我們這些油痘肌 關心的液體啦 就是我們都是希望 我們的毛細孔不見啊 縮小到看不見啊 可是你居然說這是個假液體 因為你周遭一定會有 乾性肌膚那種零毛孔的人 可是如果你現在在看這個 你是一個油性肌 你要蘋果跟蘋果相比 橘子跟橘子相比 蘋果沒毛孔 橘子就是有毛孔 對 你不能 你是毛孔肌 你去跟有乾性肌膚的人相比 這樣你會氣死人 你這一輩子就不用活了 你會永遠陷入到就是說 為什麼老天爺要給我這樣子的 對 那毛孔它其實是會好好壞壞 你會發現說我今天睡了比較好 之後你毛孔會比較小 那第二件事情就是 你是女生 旌旗過後那一個禮拜 因為荷爾蒙的關係 你的毛孔也是特別的小 對 所以這個其實根本是一個假議題 我們最重要的目的 其實是要把這個毛孔 我們的皮膚治療到最健康的狀態 這個就會是你最小的毛孔 而不是一直去追求 就是說我要擦什麼產品 我要打什麼雷射 對 我要用什麼東西擦什麼藥 而追求到這個零毛孔 對 因為有些時候不能達到 現在就要來定義說 什麼叫做健康的毛孔 好 為什麼會 我們先講什麼叫不健康的毛孔 不健康的毛孔 它是因為長期受到 皮膚很多釋放很多油脂 造成 例如說今天這是毛孔 然後它釋放很多油脂之後 皮膚周圍它會產生一個賣性的發炎 所以它讓這個毛孔的周圍 它產生了一個硬化 然後你一定看過這種人 就是大概三四十歲之後 然後它毛孔非常的粗大 然後臉非常的油非常的暗 然後你會覺得 它的這個兩頰的 那個皮膚特別特別的厚 這個就叫做不正常的毛孔 然後毛孔裡面塞滿了粉刺 毛孔的周圍堆積過多的角質 毛孔裡面再塞了乳形蠻蟲 好可怕 這個就是不正常的毛孔 這個一定要治療 你就可以慢慢慢慢的看到 覺得說我的毛孔縮小了 我的皮膚變健康了 這個才是需要治療的病人 那大部分你門診的病人都是 無病身影 都是無病身影 所以那你覺得我需要治療毛孔嗎 我覺得你不需要 我是 我是無病身影的 但是你一定會有這樣的需求 所以我知道像在你的診所裡面有一些特別治療毛細孔的一些療程 像你是會開A酸或者是用A醇換膚 那這樣子對於油性肌的毛細孔是真的有很好的效果 那醫生你可以談一下這兩個療程嗎 OK A酸有分口服A酸跟外用A酸 那我們講就是 效果最好一定是口服 全身性的 但是口服A酸這個 真的只有皮膚專科醫師他才可以開 所以這個並不是一般民眾可以買得到的 而且大部分的醫生其實不喜歡開這個 因為他有很嚴重的副作用 就例如說不小心懷孕了 你就生雞胎寶寶 這是很大很大的事情 所以A酸的副作用就是雞胎就對了 很大的風險 所以男生無所謂 男生無所謂 男生隨時隨地想吃就吃 也沒有那麼隨便啦 就是但是這個我們還是要評估 然後看他是否真的需要 那這個就是 例如說口服藥的部分 這個是一個大事 我們要評估秉仁 那接下來就是擦的 擦的就比較隨性一點 就例如說好你要縮小一點毛孔 你就可以擦A酸 你就可以擦A醇 那A酸有副作用比較低的 還有副作用比較高的 對 分一代跟三代 反正你就知道就是說 一個是比較現代的A酸 一個是很古老 可能三四十年前的 那三四十年前的A酸 你還在用嗎 但是我超愛 哈哈 你喜歡老東西 我覺得 因為效果比較好嘛 副作用比較大 但是效果比較好 那還有是A醇 對A醇 A醇 那A醇換膚又是一個什麼回事的 換膚的意思就是角質代謝 對 所以你可以靠長期擦這一些 讓皮膚達到一個Exfoliation 這個就叫做換膚 那換膚有輕有重 對 那我喜歡重的 對我叫醫生喜歡重口味 就是大大的破壞在建設這樣 對 因為以前我知道這個東西 但是沒有很認真 然後後來是因為 我跑去那個 比佛麗山莊去跟一個老醫生 就是他是一個很有名的老醫生 學這些東西 然後他一看到我就說 我皮膚科醫生耶 然後他就跟我講說 你的皮膚又暗 又有痘痘 毛孔又大 然後他就說你回去擦這些 然後我一飛回來之後 我就開始擦A醇 我就開始擦這一些東西 然後就是因為我們經歷過 我就知道說 他真的很有效 所以我才開始一直 不斷的大力宣揚 這件事情 那A醇到底在皮膚上 是經過什麼樣的作用 可以讓我們的毛細孔 感覺比較 好像比較細緻啊 就是他會 第一就是他可以讓表皮代謝 然後他會伸到皮膚裡面的 就是真皮層裡面 然後他會增加皮膚的保水度 所以這個其實很奇怪喔 你第一開始擦的時候 這個東西會讓你紅養脫皮乾燥 可是大概要兩三個月之後 你皮膚才會有自然的保水度跑出來 所以你剛開始是會很乾 很不舒服 然後之後皮膚會生水 對 是不是 因為它是造成一個皮膚的急性反應 所以我們只要有急性反應的時候 我們的皮膚就是會紅養脫皮 乾燥 這是正常的 這絕對是正常的 我們診所裡面的病人 我們都一定教育他 你要看著我 你不是只是買保養品 回去你看著我 這回去會發生事情 就是你的皮膚一定會經歷過這一些 這個才能在很快速的時間之內 例如說病人要在一兩個月之內 他要看到他毛孔縮小 斑點淡化 細紋變少 對 一定要經過這個 這就是一個必經的路程 你一定要經過 那莊醫師都會跟病人說 你一定會經過 不要慌張 不要害怕 就是接受它 等到就是過去 風暴過去之後 皮膚就是嫩肌 對 嬰兒肌 嬰兒肌水水淡肌 既然A酸A醇這麼神奇 那我真的可以隨隨便便去把市面上的那些 A酸A醇去馬來擦在臉上 就紅腫脫皮 然後就嬰兒肌了嗎 OK A醇這個東西 它雖然是保養品沒有錯 可是你要擦到紅氧脫皮 它有一定的劑量 一定的劑型 所以當它劑量不足的時候 它不會發生紅氧脫皮的情形 對 然後還有 例如說你今天你的膚質 如果你今天皮膚特別特別的油 你擦一般外面賣的那種 0.5%那個是不會發生的 但是你說它有沒有效呢 長久擦下來還是有效 所以如果是真的要紅氧脫皮這種 這種厲害感覺的 就是可能真的是在皮膚科醫師通路 或者是皮膚科醫師開的一些保養品 或者是有一點帶藥效的產品 才會紅氧脫皮 對 換發嬰兒肌這樣子 對 那我想再問一下 就是好 今天真的是油痘肌的大困擾 就是說油痘肌最不應該做哪些事情 最不行做的 最不行做的就是 很加強很加強保濕 很加強保濕不行 很加強 因為OK 你很加強保濕 你會做什麼事情 你一定會去買保濕乳液 好 然後保濕乳液又分油性 油有沒有加很多 對 你甚至會因為你覺得你的皮膚很乾 因為有一種病 有一種病叫乳型蠻松症 大家會覺得這個叫做 這個是久焦性肌膚 它皮膚摸起來乾乾的 對 可是它卻是很油 對 我們先講乳型蠻松會怎麼樣 乳型蠻松它會咬你的皮膚 然後皮膚就會 就是臉上真的有那顆蟲 那幾顆蟲 上千萬隻蟲 放大鏡才看得到 對 顯微鏡才看得到 你都可以看得到 好可怕 然後它會去咬你的皮膚 然後皮膚它就會翹起來 然後所以你就覺得皮膚很乾 對 可是你卻非常非常的油 那桂姐就會跟你講說 你這保濕做不夠 你要把角質層黏回去啊 所以它就擦了乳霜 就把它壓回去 對 封住了 好 那乳型蠻松吃什麼 乳型蠻松吃油脂 然後你又給它油 它又越長越多 然後所以病人擦了之後 它就覺得它都沒有改善 它痘痘又冒 然後乳型蠻松又再更惡化 所以這個是保濕 我最害怕聽到病人保濕 我們都已經叫病人要去角質 要清潔 你還給它保濕 你自己是油性肌膚 你都會釋放已經過多的油脂 過多了 你還給它再保濕 對 很多人 那個醫生講到這個 我就想到很多皮膚啊 就是很多人在使用保養品 痘痘會覺得說 這是一個正常反應 那真的我用到 如果我換保養品 或是使用一個新的保養品 它真的冒痘了 這是正常的嗎 OK 如果說你今天用了一個保養品 它冒痘 只有兩種東西 我會承認就是說 它冒痘 就是它多長的那個痘痘 是在排出來 對 就叫做A酸跟A醇 又是A酸跟A醇 或是一點點的果酸 酸類 OK 酸類 因為你在餃脂 餃脂化嘛 你把餃脂在下 裡面粉刺當然就一顆一顆冒出來 但是其他的保濕乳液 絕對不可能這個 我真的很想罵髒話 就是不是的 那個只是畫素 OK 那一罐產品不適合你 必須要立馬停掉 因為你的痘痘 只會越來越嚴重而已 對 所以真的是要好好慎選產品 跟自己知道自己的肌膚要什麼 所以就是油痘肌 真的在保養上面 清潔上面 化妝上面 選擇產品 真的是有很多地方需要注意的耶 好 那我們今天真的是油痘肌大困擾 全部都在這邊提供解決了 尤其是毛細孔的問題 那如果你還有什麼其他的問題 歡迎我們可以下次再找 莊醫師來上節目喔 剛剛莊醫師啊 一直在標榜 就是A唇換膚 其實可以讓毛細孔比較細緻 這件事情 我也覺得 哇 A唇好像真的蠻厲害的耶 可是你們知道嗎 A唇啊 其實在保養品上面啊 常常會被放在抗老的品項裡面 因為A唇Retino 其實是可以幫你一些 平腐細紋啊 就是讓皺紋比較不明顯 很多人都忽略了 其實A唇還可以細緻毛細孔 所以我今天就收集了市面上 五個我覺得還不錯 擁有維他命A唇的這個保養品 其實我覺得現在用也非常好 因為他們都是杯貴在抗老嘛 你可以手勇你的媽媽一起跟你去買 這樣子媽媽可以用來除皺除細紋 你可以用來細緻毛細孔 第一瓶啊我要介紹這個 其實已經紅了十幾年的 資深糖的除皺化妝水 擠出來啊還蠻特別的 就是有點鵝黃色的凝露 它裡面啊其實仔細一看 裡面有一顆一顆很小的微脂囊 它微脂囊就包覆著維他命A 因為維他命A比較不穩定 所以它就用微脂囊包覆它 所以你一擦上它 你就會感覺到 裡面其實有一小顆一小顆 很細很細的精球破掉 它一破掉就是把這個維他命A釋放出來 其實你擦久之後啊 你的皮膚會變得比較亮 就是毛細孔也會比較不明顯 這是這個除皺化妝水 大家都不知道的另類功用 第二瓶啊是這個Evlon的這個化妝水 它其實標榜的也是除皺化妝水 那我覺得它其實是一個前導液的概念 我自己啊其實是比較喜歡把它用來濕敷 因為像我們這種油豆機啊 如果在天氣很熱的時候 你可以很明顯發現油很多 所以毛細孔就會變得比較大 那如果你用這一瓶化妝水來濕敷 濕敷完之後啊毛細孔真的會看起來比較小 因為它裡面也是有很多A醇的成分 然後呢你的毛細孔變得比較小 而且皮膚會變得比較澎潤水感 所以自然毛細孔就變得比較細緻 這是這一瓶化妝水的另類功效 第三個啊就是打放的這個A醇的膠囊 因為其實A醇啊它其實很容易受到陽光啊 或者是一些空氣就氧化了 所以它非常的脆弱 打放就把它包裝在這個天然紅棗做的一個膠囊 所以你使用的時候啊只要把它一轉開來 它就可以擠出來了 那因為其實A醇呢像剛皮膚科醫師有說 如果A醇你的濃度用得很高的話 就是醫師用的那個濃度很高 它就會紅氧脫皮嘛 那畢竟這個是保養品 所以它的濃度不會這麼高 會讓你做一個輕微的一個保養的效果 那它A醇因為也是擔心就是會有一點點刺激 所以它裡面加了富方的植物油 所以擠出來啊它其實就是一個油脂的質地 所以一邊可以幫你做一個新陳代謝的換膚 一邊又可以有一些植物精油的保養 你在按摩皮膚的時候啊其實就蠻舒服的 那其實使用久之後你的皮膚也會很光滑很柔潤 毛細孔就變得比較細緻 第四個啊就是這個伊莉莎白亞頓的這個玫瑰金的膠囊 因為它們也是膠囊的十足 它裡面也放了很精純的A醇在裡面 那很多人也會覺得這個啊其實是幫肌膚抗皺的一個膠囊 那它的另類用途就是可以細緻毛細孔 我自己是覺得它的質地比較特別 就是擠出來啊它裡面不是像剛剛那個油 是有一點霧面的凝露狀 你看其實黃色的凝露它比較感覺比較扎實 那它塗開來啊是有一點霧面滑順的質地 然後呢它其實暱稱是肌膚的橡皮擦 你擦完之後啊你的一些臉上的一些細紋啊 還有一些皺紋就瞬間感覺被隱形了 所以它有暱稱肌膚的橡皮擦 那我自己使用完是覺得它真的可以讓你的毛細孔變得比較小 比較隱形 所以也是發揮它很好的A醇的效果 最後這一瓶啊是Rodeo的這個A醇的精露 我稱為末路重生的精露 因為啊很多人在使用保養品常會覺得說 我用了一陣子之後就無感啦 或者是皮膚根本都沒有什麼感覺 這個時候你可以用這一瓶 因為它這裡面加了百分之濃度有10%的A醇的效果 那它其實裡面啊是一個水液態的質地 其實很好肌膚上很好吸收 雖然是水液感可是擦起來 其實是肌膚是有一點點水水潤潤滑滑的感覺 那擦完之後啊你的皮膚的角質代謝會很正常 所以自然毛細孔就會變得比較細緻了 今天啊我們請到了醫生 又介紹了一些A醇的保養品 居然可以讓你細緻毛細孔 我也覺得實在是太神奇了 如果你還有什麼其他保養彩妝頭髮的問題 或者是想要我去找哪一個皮膚科醫師來幫你解答問題 歡迎在下面留言給我喔 我們下個禮拜五再見 掰掰 掰掰